Hello 大家好,我是Gram 歡迎你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和投資的知識 歡迎大家去Subscribe 另外最近也開了一個IG和Facebook account 逢星期一至五都會出post 去討論一些焦點財經新聞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歡迎大家去Follow一下 好,那事不宴遲 今天想討論的題目就是 我認為90後應該要馬上做的五大理財技巧 雖然懂得去理財投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技能 但是一般學校都很少會教有關理財投資的知識 都令到很多的畢業生 或者是出來工作沒多久的年輕人 是不懂得怎樣去管理自己的財富 而是感到非常困擾的 雖然很坦白說我現在才是25歲 都是大學畢業了三年左右 經驗就不算很多 但是我相信有不少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都有遇到有關理財投資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整這條影片 用我的個人經歷很清楚地說出五樣 我認為你即時可以做到的理財技巧 令你盡快把握你的青春時光去開始累積財富 第一個我認為最基本的理財技巧就是要儲備一筆應急錢 要視乎你的薪金和個人花費負擔 一般應急錢都是大約三至五個月的薪金 這筆錢的主要目的都是用來守門口 當你遇到一些突發事件才會動用到 就例如你是突然被人拆了魷魚 需要短期有筆錢去應付日常的生活 開支 或者是家人病了需要錢去醫病 這樣 否則這一筆錢都不會動用到 只要將這筆錢放在一個高息儲蓄銀行戶口就可以了 相信大家都基本上都會有一個傳統的銀行戶口 無論是匯豐、渣打、恆生或者其他大銀行戶口都沒有問題 但要留意一般傳統銀行戶口的存款利率 都是接近0% 除非你拿筆錢去投資 否則你的筆儲蓄都是只會坐在銀行戶口裡面 是不能夠為你帶來任何的額外收入的 其實真的非常浪費 如果你現在是沒有一個高息的存款銀行戶口 我在這裡都很建議鼓勵大家去開一個虛原銀行戶口 因為比傳統銀行來說 虛原銀行戶口的存款利率 都比傳統銀行高 就以ZABank總安銀行來說 存款利率是有1%那麼多 即是說 只要你把你的積蓄 轉到ZABank的戶口 你什麼都不用做 每天自動波就會賺到1%的利息 雖然1%的存款利率 就不算很高 但這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已經可以為你的積蓄 帶來一些被動收入 但也有人會擔心 這些虛原銀行穩不穩陣 有沒有收拾一顆風險 萬一收拾一顆 錢能不能拿回 有沒有相關的保障呢 其實大家是不用擔心的 因為虛原銀行 申請這個銀行牌照的時候 是需要金管局的嚴格審核的 另外這些虛原銀行 跟傳統銀行一樣 都有參加這個存款保障計劃 跟傳統銀行一樣 都有50萬的保障 所以大家都可以很放心去使用 現在ZABank總安銀行 都是做起這個營身優惠的 凡是用我的邀請碼 成功開到ZABank的虛原銀行戶口 都可以立即享有這個 50元的營身優惠回贈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去下載這個 ZABank的APP去體驗一下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多關於虛原銀行的 新FinTech科技 都可以看我之前做的 介紹片去參考 要懂得去管理自己的財富 其中一個重要的習慣 就是要記錄你每一個月的 所有開支和收入 這樣做才可以了解到 自己每月的洗費有多少 以及可以看到自己 有沒有多餘的洗費可以減下來 其實市面上 現在已經有很多個人理財的APP 可以幫到你去保持著 你每一天的洗費 例如這個 Spending Tracker的APP 可以把你每個消費和收入 都做一個紀錄 將它們分模別類 到月尾的時候 可以根據紀錄做一個評估 可以看到有什麼地方 可以作出相關的調節 去減少自己的開支 只要你每個月準時找卡 以及簽卡買東西的時候 量力而為 其實上用卡可以帶給你很多 簽賬優惠 以我個人來說 如果你沒有上用卡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 渣打的Simply Cash Visa 一來它的申請門欄不高 一年的年薪 只需要9萬6千元港幣 就可以申請 而來這張卡的簽賬優惠 都比較簡單直接 只要你在任何商鋪 無論是線上或線下都好 所有以港幣簽賬的消費 都會獲得1.5%的現金回憎 如果以外幣簽賬的話 就更加高 可以享有2%的現金回憎 而且當你去申請這個 上用卡的時候 第一年的年費是獲得豁免的 就算過了一年都好 其實如果你有一個良好紀錄 是每個月長時還卡數的話 其實只要打給那個服務熱線 都可以要求去豁免這個年費 除了賺到一些簽賬優惠之外 其實用信用卡 都可以建立到你的信貸評級 信貸評級其實就是 好像一張個人的成績表 當你遲些是 例如想買樓置業 需要做一些按揭 或者是一些貸款的時候 銀行會根據你的信貸評級 去決定批不批那個貸款給你 和跟你收多少錢的利息 因為一個好的信貸評級 是需要一個長的時間去建立的 所以如果你是未有一個信用卡的話 都建議大家盡快去申請一張 去開始慢慢建立你的信貸評級 只要你準時定期找卡數的存額 你的信貸評級都會不斷提升 對你將來無論是置業 或者是其他理財用途 都有一定的幫助 如果是有興趣開始投資在股票的話 我也是建議大家 開一個證券的戶口 雖然普遍的銀行戶口 都有提供買賣股票的服務 但我也是不建議大家 經銀行去買賣股票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是經銀行去買股票的話 他們所收取的佣金和收入費 都比證券公司可以貴幾倍又多 而且其實經銀行或證券公司去買賣股票 都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當然現在依然有不少的投資者 都會覺得這些中小型的證券公司 是沒有那麼穩陣的 都寧願是比昂貴一些的 佣金和這些手錄費 去經銀行去買賣股票的 但最近這一年 證監會也是提高了 這些證券公司的保障範圍 如果有任何的證券公司 出現了破產或清盤的情況 求證者現在所得到的保障 的賠償金額已經是由15萬 提高到50萬 以我來說 我現在也有在 智庫證券和富同牛牛買賣股票 以我的觀察 富同牛牛的佣金收費 會更便宜 但富同牛牛就沒有我喜歡的 月供股票的功能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經我 Description裡面的連結 去開啟我剛才所說的證券戶口 去比較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深開的IG 以及Facebook的帳戶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下集繼續和你讚 請第四節